蛋糕配饮料直往嘴里塞 精致淀粉吃下肚 体重直线标钩 小心疾病跟着找上门 在2019年十大死因当中 就有八项疾病和肥胖有关 更有研究显示 肥胖患者和体重健康的人相比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超过7倍 肥胖不只是一个危险因素 而且是一个疾病 除了大家很知道 一直在提所谓的糖胖症 就是说有肥胖相对于体重正常的人 他的一个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7倍 这是非常多研究统合起来的结果 怎样才算达到肥胖标准 要以身高和体重换算相对应的BMI数值 台湾肥胖医学会建议 患者进入诊间之后 可以掌握停看听三步骤 先确认BMI的数值 由医护人员主动关怀 超标病患体重控制的状况 并且多听多支持 听听我们的病人对自己这个体重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是要教你一大堆 你要做哪些哪些 因为反而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听 那之后再来讨论怎么样进行 要做哪些评估 要怎么样能够协助提供资源 提供一些友善的环境等等 我们现在透过四个主要的计划 从孕期开始到孩子出生以后 一直到幼儿园 健康出境学校 健康大学跟健康职场 企图要用一个非常好的绵密的网络 让大家一起正视所谓的体位管理的重要性 体重管理除了患者积极调整饮食 还有生活习惯之外 国建署也积极建立支持系统 并且希望民众能够加入专业医疗人员的协助 才能够受得健康 远离各种疾病的威胁 人间卫视里如蔡一辉 台北财富报导